历年徐若萱今天出席主演的为电影首映会 徐若萱这一次与柯友伦搭档演出校园中全全的爱 以为柯友伦偷情徐若萱的画面 可是让徐若萱现在回想起来都害羞不已 不过要是回归现实生活中 徐若萱自认的浪漫方式可是让外人直呼好特别 我的浪漫方式比较不一样 我喜欢我另外一半在上厕所的时候 然后我塞一张纸条丢进去这样 就我想你啊 在上厕所的独钟吗 就另外一半在上厕所的时候门不就关起来吗 然后那个门下面不是有门缝吗 是替卫生纸吧 就是我浪漫的方式就学一张纸条 baby我好想你哦 然后就丢进去 然后你就会听到门里面传出在笑的声音 你确定是笑吗 对啊就听见微笑的声音 而除了柯友伦之外 徐若萱也在电影里有不少和施晓龙一起演出的片段 徐若萱甚至自扣一张与施晓龙的合照 不少人看来都为两人的洞灵样十分惊艳 从小时候到现在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了 然后导演这一次里面有安排小龙 吓一跳我很高兴 然后就看到他那种很奇妙的感觉 不知道怎么讲 我从来没有脸书发一个文章超过20万个赞 这是第一次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非常想念我们小时候 他们小时候然后我们一起拍的那些电影 大家真的很有那个感觉 徐若萱这次回春演出大学生 似乎看不出任何年龄的痕迹 不要得这么好 实在令不少女性羡慕不已 最后视频娱乐台的报道